趁著天空放晴 師傅扛著鐵皮 把握時間搭棚子 迪化商圈年貨大街 睽違兩年正式回歸 停辦已久的試吃也總算開放 元旦廉價 迪化街人潮滿滿滿 店家拉大嗓門吆喝 用試吃吸引民眾上門 小朋友最愛吃的軟糖果凍 還有年節應景的瓜子堅果 業者兩手忙不停捕獲 今年年貨大街超過四百個攤販登記 看準解封買契 備貨量也大大增加 趁著解封 想靠農曆年節賺一筆 但店家卻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今年過年來得早 年貨大街一月六號就開跑 但工讀生大軍 高中大學生 偏偏得等到一月中採訪寒假 讓年貨大街鬧起人才荒 共讀生一味難求 如果都真的找不到 我們店家自己就要更加努力一下 疫情的話會比前兩年的疫情的話 應該會成長一至兩倍 迪化商圈有信心今年業績翻倍漲 疫情趨緩 賣氣回升 但在缺工危機下 農曆年節攤販商家勢必忙翻天 靜新聞 許少倫先宏睿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盡好新聞 活著碼文化 豪術 詢索 詢